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国内武汉肺炎疫情已经稳定控制 但国际疫情仍然严峻 提醒至国外入境的朋友们 一 请一机上全程佩戴口罩 二 入境后请谨守台湾的入境检疫规定 如果感到身体不适 请主动告知检疫人员并配合防疫措施 三 请配合居家检疫 如出现疑似症状 请联系各县市卫生局切勿自行就医 也提醒国人如有身体不适 也记得佩戴口罩 就医时请主动告知旅游室职业别接触时 及是否群聚 以提供及时诊断通报 最后提醒大家持续落实防疫措施 守住社区防疫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不过今天的跌喔 我相信你现在收完盘了 我们三点多现在在录影 我觉得你冷静一下 稍微冷静一下啦 因为今天成交量是6,448亿 是什么状况呢 昨天还4,000亿 对不对 可能你觉得说4,000亿很多 不过今天6,000亿 而且还是6,400亿喔 早上是开高啦 我们看一下江波图好了 早上是开高就直接涨100点 一路涨200多点之后开始杀 高低点你这样随便加一加减一点喔 大概快350点 300多点 这样杀下来300多点 所以你想一下 你回想一下你盘中在干嘛 没关系啊 收盘了嘛 收盘就只跌啦 对不对 我讲的那一支還跌停嘛 回去继续跌停 跌停你还不走 昨天涨停你还不跑 涨停你不跑就变跌停 今天又跌停 所以有些股票你不要碰 其他股票都可以做 你看今天盘中钢铁创新高嘛 职类也创新高 那航运就不用讲了 你看 站长龙海运就好了 早上83块 差一点涨零板 收盘剩下73块 大家感冒烫了 外资不是喊101块而已 还有人喊102块 越喊越高 越喊越高为什么上不去 你要想啊 因为既然有外资喊101块之后 又有人喊102块 为什么上不去 对不对 我讲长龙海运 我看觉得大家好像 傻不利息的 今天是不是来83块 最高83块 收盘剩下72块 72块9 这样子也没有很多15%而已 15% 今天很多股票都这样 包含友达 群创 也都这样 快涨停了 直接下来 中钢也是啊 中钢盘中也一度快涨停了 差一点翻黑了 对不对 所以观众朋友 今天的震荡是非常大 非常大 那你要看清楚 看清楚 接下来怎么做 量大代表换手 我直接把结论告诉你 我直接把结论告诉你 量大 成交量很大代表换手 那你只要不是开盘 打下去 鎖起来 想卖了卖不掉 那都还没关系 我就先跟你讲 那就还没关系 你就把今天解盘的重点先跟你讲 今天很多股票都开高嘛 对不对 开高之后震荡下来 那没关系 因为指数也是震荡下来 指数今天也是创了新高之后下来 那只要成交量够大 那代表人气还够 只要不要跌停 那都OK 暂时都不用太过于害怕 要先把重点跟你讲 不过这 老师我今天看到盘我好害怕 你看那个中钢 53万张 我打给你看 你看啊 群创 群创这样子 快涨停了 直接下来 81万张 长龙 76万张 老师 优搭 优搭 68万张 那你再看一下 财经比较强 财经 财经61万张 这个 仓库里面的股票通通倒出来了 也可能还没那么多 中钢 53万张 你看 连华航掌停板打开 这样也有53万张 所以今天你只要做对方向的 应该也是赚蛮多钱 赚蛮多钱 所以 观念好一点 成交量大 有成交量大的好处 那也不是说大家买不到哦 那你既然赚钱的人卖得掉 想买的人买得到 那你就要多方面去看这个大盘 因为现在收盘了就冷静一点啊 不用去很在意说 今天的高点啊 你怎么没有卖 那今天的低点 你为什么不多买一点 其实也不需要这样 也不需要这样 常常我昨天就讲了 有了外资喊101块 早上出来有人喊102块 那我也没话讲 因为 所以我们卖掉了 那今天叠下来 今天叠下来很好嘛 我是 两个礼拜前 我在跟你讲 做完航海王 我要跟你讲 是我要做钢铁王 我在买破铜烂铁嘛 那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第一铜 还是涨停呢 1608盘中还是涨停呢 投资朋友 破铜 连1605的华欣 华欣 1605 涨停 他也涨停 就是 但是 你觉得破铜烂铁不要买 我觉得破铜烂铁 我就一直叫你买 对不对 那有没有大涨 你自己去看就好了 好 那 你要不要卖在起涨点 那也无所谓 你要先有货嘛 人家在买的时候 你又没有买 然后你要卖的时候 当然也没有啊 你只是嘴巴开开等投胎而已 好 那你在看其他的钢铁股 你像昨天我们盘中有下去买 大成钢 买完拉尾盘 今天一开盘 不 又涨停啊 那你是会员 你就知道 我们40块就买了 今天早上52块8 你也是赚钱啊 那不然买中钢好了 这波中钢29块涨到今天 诶 讲一句比较难听的 也41、2块了 你没有涨比较少啊 没有涨比较少 那你这边你就要特别注意 接下来怎么做嘛 因为今天巨量之后 代表换手 那到底是 散户在卖 还是大户在卖 然后接手的人 后续力怎么样 这个你要去观察 因为刚刚我们昨天加码啦 我们有写测标啦 昨天加码喔 为盘长听 今天开高之后押回 押回我再买喔 押回我还是买喔 对啊你说老师那盘中有低点 盘中有低点 撒下来 那你自己看嘛 盘中低点是多少 92啊 就是 我没有乱抠股票啊 就是我昨天的买点 92就跌不破嘛 对不对 一点到就又拉上来 那我觉得这种股票喔 你要特别注意喔 我是看好啦 我们必须跟你讲实在 我们就是看好啦 那你要去注意喔 本业跟转投资 我算一下 大概都不错 大概都不错 因为 法人是估说第一季是赚六块 那我可能看比较保守一点 五块可能有 五块可能有 那五块的话 现在一百块基本上 应该也不贵 应该也不贵啦 但也就是说老师啊 我就买不起啊 买不起我就没办法 他就算威刚剩下十块 你可能也买不起 因为有些人就是 打个嘴炮而已啊 几块他都买不起啦 那我必须跟你讲的是 今天开高之后押回 押回我们还是有买 还是有做加码 没有什么套不套牢的问题 明天就上去了 我也直接讲明天就上去了 4月6号我们就买了 87块 威刚 这不是今天才买喔 不是昨天才买喔 4月6号就买了 4月7号 很清楚啦 创新高押回 押回买 然后再来 创新高之后 我那一天公司自己公布 他有长龙海运7800张 成本三十几块 现在八十几块了耶 那你觉得威刚也没有转投资的获利 其实你算一算就知道了 你算一算就知道大概赚多少 成本三十几块嘛 那今天长龙海运最高有83块啊 搞不好83块就是他卖的 那你看威刚有赚多少 他光投资长龙海运 长龙海运 他有7800多张 他自己讲的啦 那有没有卖可能过两天 到时候那个什么 财报出来 或者是说怎么样 他就卖掉的话 他会公告 你买股票有时候看一下 他蛮会投资的 听说他还有中刚 中刚不知道是几万张 我是不太清楚 那你要看一下 中刚最近长成这样 如果你有几万张 好像也赚不少喔 当然不是你啦 你观众朋友 你不可能有几万张嘛 对不对 一两张你就偷笑了啦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人家手上 短投资 就是短期账上 短期投资的部分 可能就有这么高的价值 所以你大概要注意看一下 今天大臣刚涨停啦 是为 我说压回怎么样 压回找买点 因为投信在买 买进 买进 没有问题啦 再创高 昨天 礼拜二创高之后压回 那昨天没有涨啦 那今天我们一直 今天我们是在等这一档股票的买点 就打到这里 我想说 再补一脚 我就要买了 结果不知道怎么搞的 消息走漏 你知道吗 直接被收走 全部啦 你想卖的全部都收走 直接拉到红盘 那我问你喔 我现在收完盘了 我现在问你 这股票有没有人顾啊 因为我看到大盘 盘中也是拉回嘛 对不对 我在等啊 价格到我才要发 你知道吗 我就抠讯按哪里那些啊 那我们家助理就说 老师那你要不要发了 我说 先等一下 因为我很怕喔 发出去 现在会员很急 你知道吗 请他们挂定价 他们都用试价 那干脆等我们 写给你的价格到 再发 结果不是 他就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就到了喔 就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好像 好像有人偷看到 老师的抠讯 诶 全部收走了 这样插半支停板 全部被收走 那你觉得这档股票结束了 应该还没有啦 我这照老师这样讲 应该还没有啊 今天很多股票都直接 是开高走低嘛 今天他不是 他又开低 尾盘拉上来 这就不一样喔 他可能要走的模式 就跟大家的模式不太一样 好 所以 像这种股票 就低点就不会很多了 我就跟你讲 低点就不会很多了 好 那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广告啦 好 有需要的 不会通电话进来 好 我直接讲啊 今天成交量六千多亿 你不用紧张 好 你相信我的 你跟着我来 好 好 那你不相信我的 没关系你继续看 你懂吗 你继续看 我没有什么意见 你就继续看 等印证就好了 好 因为这个市场 要赚钱的人 要赚钱的人 都很积极 而且会把握机会 好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 听不懂啊 我先进广告 再回来现场 谢 MiskyMash 彩晶台 MiskyMash 彩晶台 迈向新世代 888 惊喜架 888 惊喜架 888 惊喜架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流年 一路旺到底 惊喜专线 02 8511 3366 02 8511 3366 02 8511 3366 顶夜投顾 Live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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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上线 立即上线 相信 从顶夜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 从顶夜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零二 8511-3366 8511-3366 顶夜投顾 使用过的口罩不乱丢是基本的功德性 所以小姐说得没错 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入垃圾槽啊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自然回收物哦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 除以1200-6000罚 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 观众朋友 这盘哦 我还是延续上半场跟你讲的 今天量很大 K线很丑 但是你不要去看那个表面的真相 我只是告诉你说 除了特定几档 真的是烂股 那个跌停锁起来 卖不掉之外 其实大部分你今天很多人 卖都是赚钱 而且赚很多 你像长龙海运今天报大量嘛 尤达 群创 彩金 这些全部都报大量 那 报大量之后呢 这些人把钱赚了之后 我也直接告诉你 这两个明后天 明明天以后 他还是会回来 他还是会回来 他还是会回来股票市场 他不会把钱拿回去定存了 不要傻了 不要骗人了 他还是会寻找新的标的 反而是新的标的出来 我觉得你的机会来了 前一波涨航运 涨钢铁 涨硕化 你没跟到的 接下来你的机会来了 到底是电子股 什么会接棒 你要看清楚 我觉得有时候 投资人有时候会很执着说 我跟你说 我那机贪多少 多少多少多少 但是我中分我就不得了 就是曾经拥有嘛 所以讲的那都是够讲的 你像长途海运 我也是沿路爆啊 56块我就卖掉了 就涨到83 嘴巴开开啊 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有跟你讲说 我做完航海网 我要去做钢铁网 那你自己看啊 第一桶涨多少 华龙涨多少 中钢涨多少 大成钢涨多少 这样就好了 其他都不要讲 通通都不要讲 也没有做错 也没有看错 其实你自己 要有一个 比较公平公正的 一把尺下去衡量 其他的 讲一句比较难听的 市场的钱赚不完 很多人打来问一问说 你们会费多少 怎么样怎么样 有的只是参考一下 讲一句比较难听的啦 你真的会做 也不用看我的节目 你看我的节目 就是想多赚一点 想看看老师分析的方向 甚至点名的哪些 地雷骨哪些腰骨 你想避开嘛 也就是这样而已嘛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 尽量的提供一个公平公开 而且公正的资讯给你 对的资讯给你 这样就好了啦 我没有奢求说 我整台收视率我通关 大家都要参加我会完 没有啦 我跟你讲我没有啦 没有那种坏习惯 有没有那种异想天开的想法 得为今天几块了 你自己看啦 你所有上面 LINE上面的人做见证啦 你不是买71耶 要买个75吧 对不对 那你都没有买 现在110也不干你的事啊 那基本上股票涨了50% 我就不想追踪了 因为追踪也没有什么意思 等一下说什么 我们涨了50%还在推荐 有点莫名其妙啦 事实上是什么 你自己要去看 对不对 你很多人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手法 怎么样怎么样 你像你看我节目 你拿手机刷我们的QR Code 刷进去之后 有要你缴钱吗 没有啊 没有啊 都不用缴钱啊 鬼知道你是小王还是小林 不重要嘛 对不对 那你加入了以后 能不能赚钱也不重要 因为你也不是正式的会员 我们只是把分析的内容 做一个整理 对不对 哪些股票你注意了该避开 哪些股票还有机会的 那你不要卖在起张点 反正就是这样 那不然你要怎样 对不对 你想要跟着赚钱 很合理啊 因为市场上有良心的 有良心的老师没有几个 这种股票跌了21天 你让他反弹一下有很过分吗 他今天还不够强 他今天应该是量不够 否则要把它锁起来 其实已经跌过头了 其实已经跌过头了 中千 我说大象会跳舞 你也不相信啊 你看他今天怎样 他今天来波段高点 怎么样 他今天来波段高点 这个股票也100多亿啊 可是你仔细给他看 中石化也在大涨 对不对 同样 同样大象都在跳舞 你看哦 他镜子还有17块 17块8 17块8 会员你自己看我买11块 就像那时候彩晶我跟你讲 8块可以买 9块可以买 11块也很便宜 现在20几块 意思是一样的啦 但是你会不会 中千你11块 抱着抱着抱着 抱到20块 甚至抱到30块 不会啦 投资朋友 你不会啦 你也没那个耐性 为什么 因为你总是看在碗里 吃挖来看挖挖啦 你不是看碗里啊 你在看碗外面啊 那你懂我意思哦 不是你这样而已啊 我也这样啊 我会员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金益科 恭喜你啊 今天第5支跌停板 一定有人大赚啊 但是我也跟你讲 一句很难听的 你不想听的 会有人破产嘛 对不对 你在追啊 你在追嘛 你在追啊 你就追 没关系 四百块还在抠 抠买 还有老师一直买 买到六百哦 六百还在买 来 今天剩下多少钱 你自己看啊 两百七十九 哪里涨上来的 23块涨上来的 你不要怀疑哦 他是23块涨上来的 底部上来涨了21倍 21倍还是505下去算 他如果以最高点600多块下去算的话 不止21倍啊 有没有人破产 我怎么知道 我知道今天是五支跌停板 五度五关讲五万 让你买一张输五万 不止吧 输不止五万嘛 你小心输个五十万啊 朋友 他到底值多少钱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他到底值多少钱 净值七块 看到了 涨到六百块 净值七块 比中千还烂 这就是很多观众朋友 你喜欢的股票 我以净值来看他就是比中千烂啊 有错吗 对不对 这档股票不能放空啊 我也告诉你只避开而已啊 你要被割韭菜嘛 对不对 阿财啊啦 对不对 叫你不要做航海王的 叫你来做钢铁王 我有错吗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错啊 对不对 电子股这边 接下来有机会看到大涨的 我告诉你 你要注意模组 低论的模组 基于体的模组 这档的 你要特别注意 我今天压回我还加码 我直接写测标 我不用给你拆 你不要明天一开盘上去了 说什么 老师娘你们怎么样 我告诉你 他本业本来就是赚钱 低论模组一定是 低论在缺货 模组一定很好嘛 对不对 还有低价的库存嘛 接下来他转投资 你光长荣 光中刚的转投资 短期投资的利益有多大 你自己看 所以我看好这种股票 你要自己看先讲 台报出来 你就会印证我讲的 到底有没有真的好 股票会先讲话 先这样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估并自负投资风险